2012 字幕ky Creat응 祝大家和� 我們共同稱念本師聖好 其開斤記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宝,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词,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普贤心愿品,上礼拜呢,这个十大心愿,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四忏悔业障,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再念一遍。 在四十九页,最后三行,我们把这个第四忏除业障再念一遍。 互斥善男子,言颤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生口意,做诸恶业,无量无边。 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戒不能容受。 我今昔以清净三叶,遍于法戒极为成差,一切诸佛菩萨重前,诚心忏悔,后不护照,横柱境界一切功德。 如是虚空戒尽,众生戒尽,众生业尽,众生烦尽,众生烦尽,我忏乃尽。 而虚空戒,乃至众生烦尽不可禁锢,我此忏悔,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无有见断,生与异业,无有疲艳。 这经文就到这里。 那么一样,不要忘记那个能颤的 这因,能颤的元,跟所颤的对象。 那么你看他所颤的内容呢,是自己所造的这一些 身口一三页的二页。 那在五十页,首先呢,是自己要觉悟,自己要能够知道是有错的。 所以呢,菩萨自念,自己呢,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由三毒,种种烦恼。 以贪嗔痴三毒做代表,透过身口一三页做种种的二页。 所以所要忏悔的是这个。 那么,这个对象呢,对着是在五十一页。 是一切诸佛菩萨仲前。 那么前面呢,一样是周遍与法界极为成差。 所以用这一句话做代表了,否则的话就要像前面第二第三, 那么长的详细的文字。 总之呢,在所有的这一些法界诸佛菩萨前, 诚心忏悔,或不护照,横柱境界及功德。 那么这个是我们修忏悔的人必须要注意的这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要觉悟自己有错。 那怎么造业的呢? 透过贪嗔痴,透过身口意,造种种的恶业。 然后呢,在佛菩萨面前,诚心忏悔,或不护照。 那不护照之后要怎样呢? 诸禁界一些功德。 那么这个五十三页一样, 在五十三页这边一样呢, 是把这四个虚空界、终身界、终身业、终身烦恼做一个对比。 如果这四个呢是可禁, 可是我的忏悔还是无穷无尽。 那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呢, 开始说呢,五十三五十四一直到五十八。 能忏十心跟所忏十心。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忏悔的内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忏悔的东西注意来对照来看。 请看五十三页。 最后三页。 首先要认识我们所要忏悔的词心。 第一个, 忘记仁我起于身见。 忘之虚忘。 等于呢, 你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 思想, 知见, 是错的。 什么样的知见, 错的呢? 身见。 所以, 所以在五云合合当中呢, 其实没有一个死我。 不是死有一个我, 但是呢,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真的有一个我。 那么它这里面呢, 会讲到这个忘我, 真我, 待会我们去看这个, 也就是说五十三页倒数第二行。 假设我们不去分别执着这些虚忘的我, 那就可以显出法身真我。 那真我是什么? 大方广就是等于体相用, 真如的体相用。 这个待会我们去详细的多看一些参考资料。 那这个是第一, 身见心。 等于它后面这个所称的十心, 它不是说要称十心吗? 所以它把这十个都用什么心什么心去做说明。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所要忏悔的身见心。 以此来推第二个在五十四页, 具足烦恼,外遇二元,我心真胜。 这一段你看它用的是我见心。 所以你说那身见跟我见不是一样吗? 没有, 身见比较强调的是撒迦耶见, 在五蕴合合当中的那一个身见, 那种我执身见。 那现在的话呢, 第二个呢, 从这种根本的我执身见里面, 再强调那个我特别重。 你看它用的文字, 具足烦恼, 内具足烦恼, 外遇二元。 所以那个我的心, 我见的心就越来越强盛。 什么都是考虑自己而已。 那种自私自利的心, 那种自我的心就越来越重。 所以第一个是根本, 第二个的话呢, 就从这个身见呢, 就更加强那个我执。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执越强, 看不惯别人比自己好。 所以你看第三个, 内外寄居灭善心是不喜他善。 第三就是嫉妒心。 第三是嫉妒心。 所以呢, 不但要求自己得好处, 还不准人家得好处, 别人胜过我们呢, 我们就觉得不对, 一定要把他打败, 嫉妒心之类的。 那第四个呢, 重置善业, 无恶不为。 那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争取自己的利益, 无所不为了。 想办法一定要打败, 凡是会妨害我的, 会影响我的。 这种, 这种什么? 恶心。 前面是嫉妒而已, 现在开始, 产生那种无所不为的恶业了。 恶心。 所以这是第四心。 第五, 有时候强调说, 虽然事项还没做出来, 事虽不广, 恶心遍布。 只是呢, 感觉是不敢做, 还有一点点害怕不敢做, 或者是机缘不到, 不会做那么多, 做那么大。 但是呢, 很想这样做。 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三行, 五十四页倒数第三行, 好淫欲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就, 通通是我要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什么心呢? 广大恶心。 你看他说, 第五是广大恶心。 第四只是恶心。 现在这个恶心的话呢, 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都很想要一直做下去。 然后呢, 第六个的话呢, 那个第五是空间, 第六个呢, 是时间的相续。 那种恶心相续。 恶心相续, 作业不断。 所以五跟六, 都是那个前面第四恶心的, 时间空间的扩充出去。 然后呢, 到了第七呢, 做错了还, 怕人家知道, 还要盖住, 互为过失, 不欲人之。 所以这个, 五十五页第四行, 是互罪恶心, 把那个恶心盖住。 那第八的话呢, 就, 不管了。 前面这个第七, 还有一点, 想要遮掩遮掩的。 第八的话呢, 根本就无所不为, 不怕了。 所以第八, 乳户底吐, 不会恶道了。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 不恶道心。 前面第七, 起码还有一点害怕, 所以还要盖住, 盖住这样。 然后呢, 到了第九, 完全都不怕了, 无惭无愧了。 也就是说, 到那个第八呢, 或许还, 人家讲了, 讲了, 还会有一点惭愧, 到了第九, 完全没有惭愧心了。 到了第十, 你说, 人家说你这样子, 将来会有果报的。 第十, 波无因果。 没有, 那是你讲的。 谁说有果报? 所以你看, 波无因果做一场敌, 断善恶心。 整个善恶因果, 通通不向心了。 所以这个是十心。 所以, 相反过来, 要去对峙, 这个就是我们要忏悔的。 也就是说, 透过忏悔, 就是要对峙我们前面那个十个心。 换句话说, 假设我们不认为前面讲的, 是自己的错, 自己有这些错, 你也就不觉得, 有需要忏悔吗? 或许你说, 哎呦, 我是前面有了, 但是你讲到什么恶心, 恶心广大, 恶心相续, 我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是, 我们一般人, 还有一点良心的人, 基本上呢, 大概呢, 就是到第四, 到了第五, 那种广大的恶心, 然后相续的恶心, 基本上都会知道, 这是不对的, 不能再继续这样干下去, 不能再继续这样造恶造下去, 还是有一点良心, 这时候就会有良心发现,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 有学佛的人, 有信宗教的人, 或许到这边, 那可是前面的话, 那种我见啦, 身见啦, 嫉妒啦, 那么都会有, 而且不认为那个有多严重,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之后才知道说, 要从根本去对质, 所以五十六页开始, 他能对质的就是从最严重的翻转过去, 先讲最严重的, 那虽然是对着最严重的先讲, 但是呢, 却是呢, 你要忏悔, 却是从第一条, 那个是根本, 假设你对因果, 三世因果, 你不相信, 基本上你也不会用佛教的这种忏悔, 你说你可能会有一点反省啊, 改过的那种心态, 但是呢, 世间人对那种反省改过, 不竟然就是从, 相信三世因果的道理开始, 所以, 虽然这边讲, 能忏所忏时心刚好顺序, 是这样互相相反对调, 但是, 这一个能治的逆生死时心, 第一条是根本, 这是佛教忏悔的根本, 所以, 因此, 你看他的说明, 五十六页这边说, 第三行, 依民性因果, 至前第十心, 所以专门退治呢, 那第十条, 波无因果产题,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因果真的要完全深信, 要完全了解, 他后面这句话写, 唯佛与佛哪能究竟, 真的, 因果之间, 因与果之间, 非常的错综复杂, 那可是我们初学的话, 大致上呢, 就是把主要的纲领, 杀身, 要一命还一命, 偷盗, 那你就会贫穷了, 都讲的比较简化, 实际上呢, 因果之间的那种果报, 有时候是错综复杂, 没有相当的宿命, 通听眼通, 相当的智慧, 不是完全能够了解的, 但是呢, 深信因果, 是我们学佛的根本, 乃至呢, 近空老儿上有时候会引用, 或叫我们要好好的看那个了凡视讯, 很多人看是看, 感觉好像也, 也不是很有感受, 所以老儿上才会叫我们说, 那你最起码要看个十遍, 二十遍这样, 因为, 你又没有, 像我们又没有碰到真的很会算命的人, 都把算个几件事情说, 蛮准的, 那我们就是半信半疑, 甚至还花钱, 人家就知道说, 你有时候是顺着我的话, 然后去做推论的, 所以其实, 去看像算命的, 他是多少有点相信因果, 但并不是真的深信因果, 讲这个看什么来的就是, 我们佛弟子, 我们真正的佛弟子, 你要问问自己, 我们真的深信因果呢? 我们真的深信因果呢? 如果深信因果, 在种种自己所遭遇到的果报当中, 就比较能够呢? 看破放下, 随缘自在。 你说我也很想这样, 可是呢, 看到很多例子, 不得不让人家怀疑, 的确, 很多例子在你的眼中看起来, 都不是你所了解的那个佛教的三世因果, 就是因为刚刚墨学强调的, 三世因果错综复杂, 我们如果没有相当的宿命通天眼通, 并不是真的很能够了解, 因为你所观察到所看到的, 可能是, 他这个人这一生所做的一些, 并不是他所有全部所造的业。 但是你就, 你就会用你所看到的那些现象, 来评断, 这个人明明做这么好, 怎么会有这样的果报? 那个人明明做了很多恶业, 怎么还有那么样的荣华户? 因为你都是根据你看到的部分, 是不是事实都打问号? 而是你自认为你看到的是事实, 然后用这样子来推断, 说这佛教的因果说得通吗? 这个很大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佛弟子, 你真的要深信因果, 你才有可能真正在佛法的修行上头, 才能够真正入得了门, 这是讲实话, 那不多说了, 第二, 智慧克责, 五十六页第五行, 智慧克责就是对着前面的无惨无愧, 所以当你深信因果之后, 你可以对着上礼拜的讲义, 不是今天, 上礼拜的讲义, 那一个, 第二页, 逆生死实心这边, 所以你看那个, 第一个, 明信因果, 然后呢, 瓜胡小字里面, 不是小字, 瓜胡里面, 明了深信因果, 三世缘起的业果, 我用比较多的文字, 我用比较多的文字, 那课本上面就没有用这一些文字, 就是墨学认为不够的地方, 你不但要明了, 要深信, 而且你的因果必须是三世缘起, 这样子的因果, 可是往往比较难就在这边, 我们没有过去世的宿命通, 没有未来的天眼通, 所以纯粹呢, 只是相信, 所以比较难, 第二个, 智愧克责这边, 是这里面呢, 瓜胡写的, 发此心, 惭愧心, 也就是说, 实际上对着前面讲, 就是无常无可讲, 惭愧就好了, 可是呢, 多一句, 要能修此心, 所以你看他前面, 无惭无愧, 是不惧凡胜, 不要说不怕凡人, 知道, 你跟他讲说, 有天地鬼神都在暗中记录, 那你在讲, 我插插你了, 他才不管你, 那是你们信宗教的, 才信这一套, 然后呢, 表面上的说, 对了, 对了, 我们要相信有鬼神, 实际上, 干坏事的时候, 一点都不怕有鬼神知道, 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 那我们学佛的人, 就要有惭愧心, 要有羞耻心, 所以这样你才有可能, 诚心的对佛忏悔, 那么第三, 不畏恶道, 对字的前面的那个, 不不恶道, 所以呢, 为什么叫做, 害怕恶道, 现在不好好的去修, 不好好的去断恶, 修善, 来世, 善恶道有份, 那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 特别强调, 你会害怕是因为, 你对于无常, 什么时候到来, 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边才会写到, 身观无常, 一席不来处, 什么时候会死, 怎么个死, 在什么地方死, 用什么方式死, 不确定, 就算算命了, 已经算定了你, 比如说算定了你哪一岁, 哪几岁, 活到几岁, 你问他, 我会怎么死, 他也说不准, 算命的没有那么会算, 所以这麻烦, 他能够断定你在几岁时, 他已经很厉害了, 不竟然还说得对, 所以这是我们要害怕的地方, 就在这里, 所以以前有一位师姐, 已经是认识很久的师姐, 他一刚开始, 他根本不怕死, 因为不知道三世因果, 后来学佛以后很怕死, 学佛以后反而怕死, 对, 然后学佛很久之后, 他说我现在不怕死, 又不怕死了, 为什么, 终于有依靠了, 知道说呢, 我念佛往生这个, 我有把握, 所以我现在又不怕死了, 一开始没有学佛的时候, 不怕死, 根本不了解什么死啊, 什么三二道那些, 学了佛之后, 怕死, 怕得半死,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功夫, 也没有什么知良可言, 那现在已经学佛几十年了, 因念佛有功夫了, 他又不怕死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对话, 我们就说, 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他如果很肯定告诉你, 有把握, 你就要恭喜他, 对,很好, 继续保持下去, 如果被我们这么一问, 你这么有把握吗, 你确定你一席不来处, 你当下就可以念佛, 你在睡梦当中突然没气了, 突然心机梗塞, 你真的睡觉呢, 你真的开车突然出车祸, 你看现在新闻报导, 这莫名其妙的, 坐在房间里面, 也有车子这样撞进来, 隔一道墙就这样撞进来, 你怎么会知道自己坐在家里, 你竟然有车子会撞进来, 把自己撞死啊, 你说, 你们佛教都是这样, 都用黑肩, 都恐吓人家, 我们不是恐吓, 是要你升官无常, 你随时要掌握住, 生命什么时候走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有一点把握, 起码在临终的时候, 还知道要念佛求阿弥陀佛来接应, 否则的话真的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忏悔, 忏悔业障第三个要有的, 你要有畏惧的心理, 畏惧死亡之后, 你不知道要随意流转到哪里去, 第四个不负瑕疵, 对着前面的, 把过失盖住, 护为过失不欲人知, 所以这时候呢, 就要在佛前发入改悔, 后面这个只是形容, 用这些现象来形容, 只有发入忏悔, 那个叶才有可能忏得干净, 然后第五个要断相续心, 断相续心对着前面那个恶心相续, 那怎么样能够断相续心呢, 一发现自己错了, 自己造的恶业了, 赶快忏悔, 那如果更有把握的话, 就是要持戒, 所以要把戒律时时刻刻掌握好, 所以这边才会写, 你对于你自己所的戒律, 就好像在大海, 你飘在大海当中的一个浮囊, 紧紧的把握住, 不要放掉那个戒律, 然后后不护照就是断相续心的重点, 不要让那个恶相续, 一发现自己恶, 不管是恶业或恶心, 就是赶快停止它, 想办法停止它, 第六发菩提心, 对着前面那个恶心遍布, 因为这个是等于前面是恶心遍布, 这边是善心遍布, 所以才会说互相对峙, 那么这里面写的比较深, 绝照一切尽本来空极, 用三心, 就起心论讲的, 直心、三心、大悲心, 这样子三心去帮助有情众生, 来维持我们的菩提心, 那为什么一定要先绝照一切尽是空极呢? 因为只有照到一切法一切尽都是不生不灭的空性, 这个时候你要让它缘起的现象要往哪边走, 完全决定在你当下这一念的缘, 前面是断相续心, 是你知道那个不对, 你只是要想办法给它断掉, 让它不要继续, 可是如果你加上第六个这边, 你知道一切法都本来是空性缘起的, 因为是缘起所以是空性, 空性所以是靠缘而有, 所以你断相续心就是改变它的缘起, 那改变缘起, 有时候是你把自己自私自立那个心, 换成利益众生的心, 那个缘的改变快, 力量大, 所以你可以复习以前进空老而上的教学, 你就发现它都强调, 你改变你就是不要想自己, 全部想到的都是如何利益众生, 这样你要去改变你的命运就快了, 力量就大, 那这边用的是更高的那种菩提心的标准, 然后第七修功补过, 是对着前面的无恶不为, 那么前面只是发心, 发菩提心, 第七开始落实在你的身口一三叶, 通通都是善, 对至前面通通都是恶, 所以他用这个批语, 善三叶向高三, 填掉有过失的三叶, 三恶叶的最好, 用高三去填最好, 用这样子来做形容, 然后善的三叶里面, 最重要的能够在正法里面, 护持佛法, 这个护持佛法不是往外讲, 是讲你自己的佛法, 自己自心的, 所以你看他前面是内外寄句, 灭善心事, 不喜他善, 所以这时候呢, 要保护自己内心跟佛教, 佛修行, 佛法修行这部分, 要把他好好的保护, 是指这个部分守护正法, 这种保护就好像母亲照顾自己的小孩子, 不要让他受伤, 因为你好不容易前面发心, 要修缩了, 然后要继续维持他, 维持自己内心的正法, 然后呢, 第十个念十方佛, 对着前面的内具烦恼, 外遇二元那个我心, 所以这时候把那种自私自立的我心换成佛, 佛的心, 佛的智慧慈悲功德向好, 所想的, 所思维的, 通通都是佛的智慧慈悲功德向好, 换掉那个我心, 然后第十观罪信空, 对应于最根本的那个, 仁我的身见, 撒迦也见, 那这边呢, 说一切人法具不可得都是空性, 所以套到行愿品里面来, 行愿也是无性的缘起, 空性的缘起, 那对于这个的话, 我们就多说一点, 你看到五十七页, 中间,五十七页中间, 他写, 能够受持以上八条, 就变成是做法忏,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仪轨, 有一定的做法, 下去做忏悔, 有一定的行为去做忏悔, 他说成就做法忏, 然后第十念十方佛, 一方面是对字呢, 你接触的都是二知识, 现在接触的都是佛, 那这个念佛的话, 一方面做法忏, 一方面就是取向忏, 所以念佛呢, 就是属于取向忏, 他可以消现式的业, 也可以消素式的业, 素现二业, 然后呢, 最后三行, 取得好像, 当你念佛念佛念到呢, 能够有好像现前, 譬如说你在做梦啊, 念佛当那些时间呢, 你梦到佛光啊, 梦到甘露灌顶啊之类的, 梦到呢, 就像了凡事迅里面讲的, 涂一些脏的东西, 黑的东西, 从你嘴巴涂出来啊, 那就是一种呢, 消除业障的那种好像, 那么, 取得好像不为现业消灭, 过去业也忏除了, 所以, 这个呢, 就是他去解释说, 为什么叫做可以消, 素现二业, 因为取向, 然后, 用这句话比较, 不是很能够同意, 以十方佛为父福, 等于平安佛, 所以, 也对啦, 我们念佛呢, 就改变那种, 自我的那种, 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 用这个当成平安佛, 是最好的平安佛, 消灭真圣的我心, 我心即灭, 无我的我就是真我, 自然就跟佛合我为一, 他这个注解还蛮好的, 然后第十, 在五十八页, 忏罪信空, 他说这个就是十项忏, 所以等于五十七页到五十八页, 他把那种忏悔的三种, 就配合这十条, 就说明了, 做法忏, 取向忏, 再来第十条就是十项忏, 或者是叫做无声忏, 那么这个呢, 无相之相, 实相, 就是要观察, 这一些烦恼啊, 罪业啊, 通通都是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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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五十八页第二行, 以如如智, 气如如理, 如如智是能观的智, 如如理是所观的理, 所以实际上呢, 他说你要修十项忏, 就是要用这一种, 如如智, 去观察如如理, 一如无二如, 你说那个如是什么? 真如, 套用另外的名词, 佛性, 实相, 中道第一地, 空性, 等等如来藏, 所以, 不管是能观的如如智, 所观的如如理, 通通都是为是真如, 没有其他的, 都是真如, 所以这样叫做一如无二如, 了无一物, 为什么要强调了无一物呢? 罪啊, 烦恼啊, 从烦恼起业, 从业受果报, 或业苦三个, 本体也都是实相真如, 所以没有其他的, 都是实相真如, 唯一真如, 所以他下面就说, 你看, 罪由或起, 或业无性, 不能自立, 不是他自己来的, 也是要空性, 缘起, 或也好, 业也好, 或就是烦恼, 因为烦恼而造的业, 烦恼也好, 造的业也好, 都是空性, 无性之性即是实性, 也就是说, 通通都是空性, 可是这样的空性, 随着无名的缘, 就会起获造业, 那马上呢, 就告诉你, 随随缘, 他不会就真的变成, 从实相变成无名, 如如还是自如如, 所以, 若知无名无性, 本名极显, 一切罪过, 不能加于本名之上, 这些名词, 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无性之性, 第二页最后一段, 其实, 用更多名词解释不小, 会不会好一点, 不知道, 但是这里为了要让你了解, 所以用更多的名词解释, 引用法恩经书, 心之性, 是如来障, 你注意看, 第一句话是心的本性, 如来障, 第二句呢, 心即是性, 这时候呢, 讲那个心, 是讲自性亲近心, 再来, 忘心之性, 强调呢, 虚忘心, 他的性是什么, 无性之性, 这个时候是强调那个, 空如来障这边, 跟第一句心的性, 只是用如来障一个词, 现在, 忘心虚忘的, 不是持有的, 所以是空性, 所以强调的呢, 忘是空如来障这边, 可是, 对着这个空如来障, 真心之性, 是实性之性, 是讲的是不空如来障, 所以一个是, 空如来障, 一个是, 不空如来障, 空如来障强调的是, 虚忘心的性, 无性之性, 不空如来障, 是讲真心的性, 实性之性, 而两个性, 平等无恶, 这样一种对比的说法, 可能就会让你, 比较好了解, 我们, 池州大师的注解里面, 他就没有这样的对比, 所以直接第一句话, 就给你冒出来, 那五十八月第三行, 无性之性, 即是实性, 但是还好他下面有说明, 实性可以随无名, 而起获造业有种种果报, 但是呢, 这个实性不会因为随无名, 而真的改变, 这样叫做不便藏随缘, 可是呢, 我们修行就要知道说, 无性, 无名是本无性, 这时候本名才会显, 因为一切的烦恼罪业, 不会呢, 盖住本名之后, 然后呢, 本名就被他改变, 所以才会说呢, 不能加于本名之上, 我们众生因为关不到, 所以正不到, 关不到, 所以我们呢, 本来的那个本名呢, 就好像变成无名, 反望归真之后, 才知道说, 原来烦恼跟业, 都是无性, 都如同眼睛有毛病, 会看见空中花, 迷法身故, 才会认色身之假我为我, 是这样子, 他为了要说明这个, 可是里面有几个名词, 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他用了本名, 用了本名, 那本名是什么, 我把它多加几个字啊, 本决原名, 本决, 我们就在起新闻常用, 可是这个原名呢, 就是原来, 就是明了一切, 所以你看本决之体, 清静, 自信清静, 而有大智慧光明, 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大智慧光明, 这样叫做本名, 原来就有, 本来就是, 所以才特别用本名, 所以把它套用上来, 本决原名, 那嫩言经里面呢, 有这句话, 因为我们众生, 以此本名, 所以终日行, 而不自觉, 往入诸去, 很虚妄的, 很颠倒的, 就在六道里面轮回, 所以我们学佛, 说要明心见性, 要开悟, 就是要认识说, 我们本来, 有这个本名, 你说那本名在哪里, 不需要讲太复杂, 讲太多, 就, 问自己一句话, 为什么我很自然的眼见色, 耳闻生鼻秀香, 六根接触六层, 直, 虽然现在有近视啦, 有一点重听啦, 但是呢, 为什么, 一接触色尘, 我就看到, 一听到声音, 我就知道这声音, 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接触六层, 自然就有六事的了别作用, 他自然就有, 他自然就有, 哪里来的, 你就是想要问吗, 生来就是啊, 是啊, 我就是要你这个答案啊, 本来就是, 生来就是啊, 你说那这样的话, 那禅宗在掺什么掺呢, 他就是问啊, 禅宗就是问说, 你怎么这么确定这是你本来有的, 那请问, 当你的眼睛坏掉了, 是眼睛坏掉造成你不能看, 可是如果那个眼睛可以修复, 就是那个眼睛坏掉瞎掉, 并不是永久坏掉不能修复的, 把它修复之后, 你就恢复可以看到, 所以, 所以那个嫩眼睛里面就问说, 那请问, 如果你能见的见性, 跟着你的眼根坏掉, 灭, 它就灭掉, 那为什么眼根恢复了之后, 它可以再生起来, 这是另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眼睛坏掉的人, 譬如你眼睛闭上, 你就说没看到, 可是嫩眼睛的经文, 反而问你一句, 请问, 你眼睛闭上的时候, 你说你没看到, 实际上你是看到了暗, 用明跟暗去说明的话, 你眼睛眼皮闭上, 你不是见性不见, 是你见到暗, 通常我们说, 眼睛开了才叫, 见明才叫做能见, 那个眼睛说, 不是, 你眼睛闭上, 你能见到暗, 用这样来证明说, 你的见性, 你以为, 是跟着你的眼根的生灭而生灭, 但实际上, 眼睛的见性, 不随着眼根而生灭, 就好像你的耳, 耳饰, 你的耳朵的闻性, 不随着声音的有无, 而真的就生灭了, 什么意思? 你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说, 我问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没有声音, 可是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的? 就问你这句话, 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的? 所以你的文性, 耳根的文性, 不随着声音的生灭而生灭, 声音没有, 声音灭的时候, 你的文性还在, 所以你才能够回答我, 没有声音了, 你说, 出这个要干嘛? 用个原名, 用个本名, 因为他是用眼根做开头的, 在耳眼睛开始用眼睛见性, 跟阿南的对答, 是用眼睛的见性, 所以用个名, 所以用个原名, 用个本名, 就是告诉你那一个六根的根性, 眼根的见性, 耳根的文性, 它本来就有这些作用, 只是我们的六四, 需要种种的条件配合, 要眼根没有坏掉, 耳根没有坏掉, 要有色层, 要有深层, 所以根对层才能够升起四, 可是如果是六根的根性, 它不需要藉由根层, 它就是好像就存在在那里, 因此用这样来形容本名, 原名,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 很多大圣经典, 你去看持中法师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注解也好, 当你看到说, 用的是真我啦, 本名啦, 原名啦, 你要有这样的认识, 你有这样的认识之后, 实相无相, 实相无不相, 你就可以多少体会到, 原来说无相的实相, 就是它不需要讲条件的, 它就可以存在在那里, 无不相的实相就是, 当条件因缘具足的时候, 它就可以有相状呈现在那里, 而这两件事, 无相的实相跟无不相的实相, 其实是同一个实相, 难懂就在这边, 所以才会告诉你说, 什么叫中道, 原起性空, 性空原起, 另给一个名字叫做中道第一地, 从空如来藏, 空性, 无相实相这边去讲, 都是空,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通通都不是离一切相, 才叫做空性, 集一切法, 原具足都可以献出来, 无不相, 所以又是讲空性, 又是讲原起, 然后就告诉你说, 原起就是空性, 空性不爱原起, 那个就叫做中道, 把这样的道理, 用在你的六根对六层, 我们的六四, 我们平常都不假思索都会用, 从baby出生开始, 我为什么要推这样子, baby出生开始, 你也可以再推在母胎内, 那个我不知道啦, 以我们目前所能够观察到的, 小baby一出生开始, 一接触到外面的六层, 他开始就有六四的作用, 他觉得很痛, 他就哭, 他觉得很舒服, 吃饱了, 他就露出微笑, 很自然的作用, 到已经七老八十了, 年纪很大了, 只要六根还健全, 虽然不是很好用, 不像年轻人生那么好用, 但是一样, 六根对六层, 自然而然就有六四的作用, 所以才会说, 六根门头放光动地, 然后我们要忏悔就是, 本来这种放光动地的六根门头的智慧光明, 我们把它拿来起祸造业, 修行就是, 当你体会到这一点之后, 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有六四啊, 我们就让六根接触六层, 起了六四当中, 不要起祸造业, 而是常常起智慧观察, 这当中我在生烦恼, 我在造业了, 马上忏悔, 马上依着借定会三无肉学来改变, 改变不了, 因为习气带重, 赶快念佛断相续心, 不要让他相续, 希望他能够通过念佛把它止住, 止住了那种烦恼习气停着之后, 就赶快能够跟借定会三无肉学相应, 跟菩提心相应, 这才是真正的忏悔的本意, 所以你看词中法师他用词非常的简单, 他首先告诉你说, 这一些烦恼业啊, 没有办法去改变本名, 是因为我们观察不到, 所以我们察觉不到, 证不到, 所以我们好像都是用无名在那边起货造业, 当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 反望归真, 知道说本来都是空性, 货业无性, 我们所起的货造业无非都是一眼见空花, 都把这个设身当成是真正的有我, 认得真我, 即无假我, 设身假我即空, 这些三恶道的果报也空, 罪性也空, 货业苦通通空, 因为都是缘起的, 所以这个真我假我, 我们刚刚说要多说一点, 就是在这里, 讲义这边, 碳玄记, 华文经碳玄记里面, 他说我有四种, 真我, 自在我, 假我, 直我, 他用这样的名词, 真我就是, 真如里面的藏肉我尽, 自在我就是强调有智慧的八字在我, 那佛的八字在我, 我就不这样去引用八字在是什么, 你们自己回去查, 最重要就是智慧的作用, 在各方面通通都能够自在, 所以,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那个我要有自在的意思, 才叫做我, 第三个假我, 那就是五蕴合合, 为事所限, 相似有主宰, 所以这样说, 相似有就不是真的有, 所以我一定是要有自在, 那长肉我尽, 当然就自在, 那第二个自在我是强调有智慧, 当然就自在,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五蕴合合当中, 好像有, 相似有主宰, 第四个我, 执着分别我执, 那种执, 分别也好, 聚身也好, 分别我执, 聚身我执,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很自然而然的, 就认定有一个我, 所以这个是四种我, 你说为什么要用这些名词, 要让你认识, 慈中法师在五十八页这边, 说认得真我, 其无假我, 他只用两个做对比, 那另外一个呢, 讲义的金刚经转要勘定记, 一样有四种我, 那这个跟探旋记讲的就不一样了, 第一个, 凡夫的骗记我, 其实他这个骗记我就是前面那个执我, 聚身我执, 分别我执, 那种骗记我执, 第二个是外道的神我, 外道的神我用什么做代表? 大智在天, 上帝, 伊斯兰叫那个阿拉, 认为那个就是一切的主宰, 第三个就是三圣的假我, 那这个的话就是他们认识清楚了, 这个我通通都是五蕴合合, 相似有一个主宰的我, 都在五蕴合合当中, 以为有个我, 第四个就是法身真我, 所以我们凡夫从这边呢, 我们就要有所觉悟, 第一个要破掉的就是分别我, 执我, 骗记所执的我, 进一步就是要认清楚, 我们在五蕴合合当中, 都认定有一个我, 就算我们现在开始知道要修行了, 我们在那边念佛, 在那边修观, 不管修皮波舌纳, 修内观, 修属习观, 我们很自然而然, 都认定有个我在那边修行, 这个就是我们要认清楚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 那个骗记我, 透过佛法的道理, 知道了, 这个不能再执着了, 可是很难打破的是那个假我, 所以诗中法师就认定这两个, 如果你能够知道是真我, 你就能够破那个假我, 他直接这样写, 那这个也就是忏悔业障的根本道理所在, 也就是说我们会造有前面的那一些起货造业, 通通都是这个我, 所以你看那个食心, 所要忏悔那个食心, 第一个是身见, 第二个是我见, 身见心我见心, 那是根本啊, 所以真正要修忏悔的是这个, 所以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说一点时间将近一个小时, 去讲忏悔业障,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第四个随喜功德, 第五个对不起, 随喜功德是第五个, 所以请看五十八页最后两行, 经文, 要我们把它念完, 护赐善男子眼随喜功德者, 所有禁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为陈述, 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 为一切志, 勤修福聚, 不惜生命, 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陈述, 结, 一一结中, 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陈述, 头目手足, 如是一切难行苦行, 圆满种种波罗密门, 正入种种菩萨之地, 成就诸佛无上菩提, 即波涅槃分布舍利, 所有善根我皆随喜。 好,六十页, 即比十方, 一切世界六去世生, 一切种类所有功德, 乃至一成, 我皆随喜。 六十二页, 十方三世一切生文及辟之佛, 有学无学所有功德, 我皆随喜。 一切菩萨所修, 无量难行苦行, 自求无上正能正觉, 广大功德, 我皆随喜。 如是虚公借尽众生, 借尽众生业尽众生返老尽, 我此随喜,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这是第五, 随喜功德。 那么, 你看到五十九页的第一行, 科判, 写个四页, 解释这个随喜, 里面它分四段, 人一人二人三人四, 哪四段呢? 第一个随喜如来善, 第二个随喜诸去善, 第三个随喜二圣善, 第四个随喜菩萨善。 所以参考讲义里面, 今天的参考讲义, 你看, 为随喜四类, 以色诸善。 用这四个, 包括所有的善, 都要随喜。 然后, 佛是最圣的, 所以先讲, 其他三类, 为什么, 从最高的最殊胜的佛, 讲起之后, 往下就降到最烈的一切众生, 六趣四生, 从列向圣。 从凡夫, 再来讲二圣, 再来讲菩萨, 明明一开始是最殊胜的啊, 那你应该是佛啊, 菩萨, 二圣凡夫啊, 不是, 先讲佛, 然后呢, 接下来从列向圣, 所以, 特别引用这段, 就让大家了解, 花园中里面, 往往在全法赤地, 全是那些佛法的赤地的时候, 很多都是这样, 像那个, 出发心时变成正绝, 执照最盛, 然后接着呢, 又开始从最低的十柱开始讲, 十柱, 十行,十回向, 十地, 乃至到等绝, 所以花园中在讲这些都是这样, 那用意何在, 就是最后这句话, 如果你能够顿悟, 一开始顿悟, 之后, 悟了之后, 开始起修, 一显顿悟见修, 所以要先悟, 再修, 其实天台也这样, 天台告诉你明至极, 明至极所了解就是前面那个理, 理极那个理, 所以, 如果你能够呢, 从明至极有所悟之后, 接下来你还是要走明至极, 观形极, 相似极, 分正极, 才会到究竞极, 所以基本上, 这个禅宗也这样, 不过禅宗分成两种, 一个是如来禅, 一个是祖师禅, 祖师禅的话就比较强调顿悟那一部分, 祖师禅强调顿悟那一部分, 你先悟了, 之后再说, 可是如果是如来禅的话, 他就比较强调见修这部分, 所以这个是祖师禅跟如来禅, 很大的差别用这两句话去做代表, 好, 这个时候呢, 请看到五十九页, 我们把那个经文仔细的这样看一看, 首先要随喜的是如来的功德, 随喜功德嘛, 要随喜如来的功德, 随喜如来的对象, 多少如来, 所有尽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差, 极为陈述, 把这些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差, 都抹成为陈, 那么多的, 为陈述的诸佛如来, 都是我们要随喜的, 然后这些诸佛如来, 从因地开始发菩提心修行, 一直到圆满成佛, 到四线入涅槃, 然后涅槃之后, 再用舍利来度化众生, 分布舍利, 这些善根, 这些功德, 都是我们要随喜的, 你把前后这样看, 先省力中间这个, 所以从初发心, 就是从他开始发心要, 想要修成佛之道, 开始, 一直到他, 成佛, 然后波涅槃, 分布塞利, 通通都是我们要随喜的对象, 然后众生这部分, 六十页, 众生这部分, 一样, 十方一切世界, 六去四生, 六道的众生, 不管任何形态, 生命形态, 所有一切种类的众生的, 所有的功德, 注意你把它画起来, 所有功德, 也就是说, 只要是有功德的, 不管他是哪一种的众生, 就算那个功德很微小, 乃至一成, 都值得我们随喜, 那更不要说, 这个六十二页的, 生文阿罗汉, 圆绝辟之佛, 有学无学, 有学就是还没有到阿罗汉, 无学就是正阿罗汉, 所以你看他, 包括了这一些二圣的, 还在学了, 或者是圆满成就的这些二圣者, 所有功德, 那菩萨更不用说, 从开始的这种发菩提心, 然后行菩萨道的难行苦行, 通通这些广大功德, 他用功德两个字, 再用一个形容词, 广大功德, 对比前面那个凡夫, 或者是二圣的功德, 还不够广大, 但是菩萨是广大, 这些都值得我们随喜, 所以你先掌握这些经文, 原来讲的四类的, 随喜的对象是讲这些, 好, 再回到五十九页, 那么二四六第七行, 等于注解开始, 首先呢, 就是讲随喜的对象人, 然后呢, 这个诸佛如来到这里, 然后从出发心为一切字, 就是你随喜的功德善, 从因地到成佛果地, 然后呢, 一直到入涅槃, 通通是值得我们随喜的功德, 首先是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 你看他的用词, 初发心为一切字, 他发心就是为了要成佛, 为了一切字, 然后开始发心, 发心之后要怎么样, 勤修福句, 福德, 你看, 倒数第三行, 五十九月倒数第三行, 最后一句话, 修福句就是修功德账, 六十月, 六十月第五行, 最后两句, 正入种种菩萨置地下, 这个就是修智慧, 他没有补这一句, 也就是说一个是福德, 一个是智慧, 那福德的经文比较多, 他用布施, 头目脑髓啊等等的, 南行苦行啊, 那么圆满种种破了密门, 这个是福句, 然后正入种种菩萨置地, 这个是修智慧, 福慧两足尊, 好, 这个是说明, 然后呢, 他的说明里面再回到五十九页, 倒数第四行, 倒数第五行好了, 始觉者, 始觉获叶生死本空, 这个就刚刚前面强调的, 始觉为一切智, 始觉菩提涅槃本有, 这两句对比, 你看, 获叶生死本空, 菩提涅槃本有, 就是呢, 知真本有, 达望本空, 菩提涅槃本有, 获叶生死本空, 知真本有, 达望本空, 那多一点解释, 请看今天参考讲义, 引用嫩言金正脉书, 知真本有, 而我们如果虚妄迷失了, 就好像呢, 失去了那个本有的真一样, 如眼若头本在, 而今旺其失, 这个故事待会看到嫩言金, 但是呢, 先把这个嫩言金正脉书, 这边先念完, 忘本空而物明为有, 所以真本有, 在我们虚妄无名之下呢, 就以为没有了, 失去了, 忘本空, 我们一迷了, 就以为真的有这些, 通通都是用眼若, 前面那个头本在, 忘金其失, 后面这个呢, 引非实而错认为真,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在嫩言金第四卷, 佛对的护罗那, 回答护罗那的问题, 他说你, 你难道没有听过吗, 有这么一件事, 什么事, 有一个人叫做眼若达多, 他住在, 他住的地方叫做四罗法城, 四罗城中的这个眼若达多, 他很莫名其妙的, 呼吁成朝以静照面, 静子, 他长得很帅, 他一照静子之后发现, 哎呦, 我怎么长这么帅, 爱静中头, 眉目可见, 我长这么好看, 然后呢, 突然一个转念, 撑折己头, 爱静中头, 长这么帅, 然后呢, 撑折己头, 我如果没有照镜子, 我怎么看不到自己这么帅, 莫名其妙, 我的头怎么了, 我是不是头不见了, 以为痴妹, 无状狂走, 发狂了, 到去问人家说, 我的头在哪里, 为什么我看不到我这么帅的脸, 我是不是头不见了, 所以佛就问妇罗那说, 这件事情, 你觉得这个人, 为什么无故狂走, 什么原因他无故狂走, 霍罗那就说, 世人心狂, 更无他故, 就是发狂了, 你还要问原因, 所以佛说对了, 你这样回答就对了, 妙觉明缘, 本缘明妙, 既称为妄, 云和有因, 若有所因, 云和明妄, 为什么我要发现, 因为这个就是佛罗那回答的, 重点就在这里, 他就是没有因缘, 他自己莫名其妙就突然发狂了, 有谁会这么无聊, 看着镜子, 然后没有看镜子的时候说, 我的头哪里去了, 看着镜子觉得自己很帅, 然后没看镜子的时候, 我的头哪里去了, 莫名其妙, 只是他, 神经病, 正常人讲, 他花神经啦, 所以佛就回答说, 对, 正是因为他是, 没有因才叫做妄, 还有因可言, 就不叫做妄, 可是自从有了这样的妄想, 自诸妄想, 辗转相因, 从迷击迷, 以利成结, 我们那个无名妄想就像这样, 所以如果你直接还要问说, 那十二因缘那个无名, 无名前面的什么因缘造成我们有无名的, 你就用这四句话回答他, 如果他还有因, 他就不叫做妄想的无名, 若有所因, 云和名妄, 既称为妄想无名, 他就没有因可说, 可是有了那个无名妄想, 从那边开始, 辗转相因, 从迷击迷, 以利成结, 苏佛发明, 由不能返, 佛讲半天, 回不去就是回不去, 如是迷因, 因迷自有, 如果你能够认识这个迷, 无名妄想, 无因, 是迷无因, 这个是就是你真的认识了, 真的了解了, 他是无因的, 妄无所依, 这时候, 善无有生, 欲和为灭, 这样子的妄想无名, 从来没有生起来过, 你为什么还要灭他呢? 得菩提者如物食人, 醒过来的人, 说梦中事, 跟人家讲, 做梦, 梦到什么什么, 心重精明, 欲和因缘, 取梦中物, 说半天你没有办法, 梦中的东西拿出来, 实体的东西拿出来, 拿不出来的, 旷户无因, 本无所有, 你拿不出来的, 他不是石油的东西, 如痞沉中眼若达多, 岂有因缘, 自不投走, 你还问他什么原因, 他就突然起笑, 靠我躲, 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这时候, 他终于认识自己, 我怎么这么笨, 这么愚痴, 愚痴无名, 我干嘛自己动这个念头, 狂些, 那个狂的状况停下来, 他就认识到, 头非外得, 不是从外面把头拿回来接, 众位些狂, 义何遗失, 他这个狂的状况, 就算没有停下来, 他的头也从来没有真的遗失过, 我们的妄想无名就像这样, 妄性如是, 因何为在, 你还问他说, 因为什么他才会有呢, 所以, 佛就跟佛罗娜娜讲, 你只要不随分别世间相续, 业果相续, 众生相续, 这三种相续, 就不多说了, 你要回去再看《楞严经》, 你只要不随着这三种相续去分别, 三缘断固, 三阴不生, 则如心中, 眼若达多, 狂信至邪, 邪及菩提, 圣静明心, 本周法界, 本来就周遍法界, 不从仁德, 何界取劳, 恳庆修正, 何必要借着那么辛苦的去修行, 才能够证得自己的本来的静明心呢? 不需要。 你只要狂心若歇, 歇及菩提, 你只要认识说, 我们的无名妄想, 何因而有, 本来没有, 无因本无所有, 不过要认识那个, 妄想本来没有, 静明心不从仁德, 补一句, 信德本有, 但是要假借修德而显。 所以, 有名言说大师在《中经论》里面, 才特别告诉我们, 因修显信, 以信成修, 依着信德, 才有修德, 因着修德, 才能够显信德, 若无信, 修亦不成, 若无修, 信亦不显。 所以才会讲, 离信无修, 离修无信。 所以, 这个, 就是呢, 补充说明五十九页这个, 知真本有, 达忘本空。 所以既然如此, 你要借着修德, 所以因此你看, 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 为一切志, 开始, 勤修福具。 修福, 以什么做代表? 修布施波罗密做代表。 可是你看, 诸佛如来, 他怎么样去修布施波罗密? 经文写的, 时间是, 不可说不可说佛察即为称数节。 然后呢, 作为呢, 做法是什么? 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察即为称数, 头目守足, 难行苦行, 不惜生命的去做, 彻底的布施放下。 这样去圆满布施波罗密, 不但是圆满布施波罗密, 六度波罗密通通都圆满, 所以到六十页, 第一行就写到, 不为施波罗密行圆满, 其余珠波罗密, 一一西音行圆满也。 所以布施里面也具足, 慈戒忍入, 精进禅禅定, 智慧诸波罗密。 所以他举一个例子说明, 为了慈大圣菩萨戒, 有来起内财, 外财, 通通舍, 能舍就是能忍, 等等的这样子, 在布施里面就具足了, 慈戒忍入, 精进禅禅定波罗波罗密。 所以用修种种波罗密, 以布施做代表, 来证明修胡具, 用修布施波罗密, 圆满种种波罗密门, 然后下面一句, 震入种种菩萨之地。 这个慈座大师的解释呢, 在六十页, 他说, 是从出发心到三弦十地, 一位一位震入, 成就诸佛所证, 是无上菩提, 还有大波涅槃。 他没有特别去写, 强调这个, 什么叫做菩萨至地。 你看看, 如果说一地一地, 一个位置一个位置, 那你就说, 震入种种菩萨地就好了, 干嘛要加个至地? 所以才会说, 前面是福无德, 这边是智慧。 是这样子, 那请看参考讲义。 《行愿品书超》里面, 第一页最后两行, 就告诉我们, 从因治果, 为一切智者, 为智修福。 为了求得佛的一切智, 你去修福, 才是成佛的因。 然后圆满种种波罗密门, 用六度,用十度, 乃至八万四千波罗密门, 通通都含瓜在里头, 诸度上缘, 旷坛那布施当中, 起步兼于内身。 所以特别讲, 布施波罗密里面的舍内财, 头目手足, 通通都要舍。 所以, 花言经强调这个, 你看那个法华经, 要往菩萨, 也是用烧身, 去做修行的开始, 修菩萨道的代表。 所以, 并不是真的叫我们说, 行菩萨道就要去, 把自己烧掉,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就是要舍掉你对这种深的执着, 以这个法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 释迦牟尼佛一开始修菩萨道, 也是从舍内财, 布施头目脑髓做开始。 所以, 回来讲义, 故知尚且偏举难者也, 最难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 用这个来做代表, 然后, 震入种种菩萨致地者, 及实地也。 那么, 也就是说, 前面明虎此明智, 二言俱备, 两种庄严, 福德庄严, 智慧庄严, 前面诸波罗密门, 福德庄严, 菩萨致地, 代表智慧庄严。 那个就是, 成佛的两方面都要有。 好, 那么, 看到六十页倒数第五行。 我皆随习者, 这句经文, 非只心随习而已。 你要真的, 效法学习那种佛的行为, 才是真的随习。 才是真的随习。 持组大师, 这句呢, 画龙点睛。 经文没有特别强调, 但是呢, 他注解就特别强调这个, 不是说随习一下, 好啊, 佛这样, 我都随习。 嘴公公的娘。 你要真的效法, 你说, 做不到, 并不是要求我们马上这样随习, 就要马上做到。 而是呢, 看我们的能力, 能学多少, 算多少。 做不到的, 先不要勉强。 你说要舍头目手足, 不要勉强。 捐个血总该可以吧。 你说现在年纪大了, 要捐血没有人要, 对, 那你就不用这一部分了。 你就用那个, 这个这个, 去做义工, 贡献你的体力, 贡献你的时间, 这也算是一种内财布施啊。 所以, 你要会知道, 所谓的, 这个布施波罗蜜, 是怎么修, 内财外财。 好, 那可是这个要特别强调, 你修布施, 不管是修内财外财的布施, 不竟然你是在修布施波罗蜜哦。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用菩提心做根本, 就不叫做修菩萨的布施波罗蜜。 你只是在修善, 如果没有菩提心, 你只是在修善行, 要有菩提心, 那是要怎么做? 做法都一样, 就是你平常的这种布施的行为, 但是你的内心要记得, 我做这些事情, 目的在哪里? 回自向他, 回因向果。 我的目标是成佛, 我的做法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 因为我的布施, 能够得到利益。 回自向你, 因为我这样的做法, 我希望能够帮助我消业障, 能够明, 智慧越来越明白, 能够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的心性。 你要有这样的认知, 要有这样的发心, 去做这些布施的动作。 所以不同在这里耶。 所以这个是, 我们真的要认识菩萨, 如何修菩萨行, 是在这里。 至于行为能做多少? 随个人的因缘, 随个人的能力。 好, 再来, 喜诸去善。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 十方一切世界, 代表所有的空间, 所有的世界。 六趣四生, 就代表所有的凡夫。 所以后面干脆就告诉你, 一切种类。 然后一切功德, 所有的功德, 包括一层, 一点点的功德。 那用这个一层, 你看到61页的解释。 第三行。 六趣四生, 又各有种种种类, 句点。 然后所有功德, 乃至极少之一层, 都要随喜。 所以人天修罗, 三三道有功德。 OK。 三六道呢, 畜生也有这种, 他们的那种功德的, 有功德的地方。 你说那地狱众生呢? 你看他说, 地狱众生怎么办? 没有功德啊。 这时候呢, 他说, 自信功德为师。 从这方面去认知到, 地狱的众生, 几股众生, 自信功德为师, 本具大方广, 真如的体相用, 与佛无恶。 没有修德, 但是还有信德。 他的注解, 他的读道之初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 六道四身, 就包括了地狱道。 他点出来, 这是地狱道, 怎么样去随喜啊? 再来, 一层, 一层, 乃至一层, 他的注解更好。 一层, 曰礼。 礼, 非常的维系。 就如同华言经里面写的, 一层中, 剖出大千金卷。 一里面有无量, 小里面有大, 一多无爱, 大小不恶相及。 不恶也可以, 相及也可以。 那这个, 一层中, 剖出大千金卷。 请看参考讲义, 是在如来出现柄, 这时候会出现一句, 怎么好熟, 金空老儿上常常引用这一句。 你看, 如来智慧, 无处不至, 何以故? 无一众生, 而不具有如来智慧, 但以妄想颠倒执着, 而不振得。 若离妄想, 一切自自然自无爱自, 折得现前。 这是本文啊。 老儿上常引用的就在这里啊, 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振得, 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啊。 然后, 可是呢, 这一句接下来就是课本所要引用的。 佛子, 譬如有大千金, 有大金卷, 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华元金不够多啦, 真正像这个, 这么多啊, 那个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啊, 然后呢, 这本金里面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世, 一切接近, 全部详细交代了, 整个三千大千所有的事情。 此大金卷, 虽乎量等大千世界, 而全注在一围城中。 华元金里面讲的境界就是这种, 世宿我爱的境界, 就是这样子。 量等大千世界, 这个大金卷, 全注在一围城中, 如一围城, 一切围城, 也都可以是这样。 然后呢, 后面引用这个大圣子观法门, 就是来补充说明, 其实上面已经把课本所引用的, 就告诉你, 为什么说乃, 乃至一层, 最微小的一层, 你可以看成是四项上的一层, 但是也可以看成是, 真如, 一真法界。 所以, 持中法师才会说, 一层是约理。 这个时候, 一微层代表的是一真法界。 然后, 再看回参考讲义, 这时候引用大圣子观法门, 告诉你, 真心有差别, 跟真心无差别, 两段。 有差别性, 所以佛跟众生有不一样, 各意不同。 可是真心体无恶故, 一切凡胜, 同一法身。 所以正如本心, 你要从这两方面去看, 有差别, 无差别。 有差别的就是佛那么高, 凡夫众生那么低, 佛跟众生是不一样, 无差别的是同一法身, 所以行者当之, 诸佛菩萨二圣, 圣人凡夫天人等, 所作功德, 皆是己之功德。 为什么? 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关系? 同一法身, 所以不管谁做的功德, 顺性得的, 都是我的功德。 等同都是我的, 我做的, 是同一法身的。 可是还是有诸佛菩萨二圣, 圣人凡夫人天的差别。 所以还有差别性, 还有那个无恶性, 两方面都有。 这时候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 为什么要随喜所有一切众生的功德? 因为至他不恶。 是从这个道理去认识到乃至一层的这个说法, 我们都要去随喜。 所以当你认识这个道理之后, 知道这样随喜, 你就发现, 哇!太棒了! 任何人只要你有看到, 你有观察到, 你有听到, 是顺着信德的, 顺着真如本性的, 我们都应该随喜赞叹。 因为相当于是他做的, 相当于是我做的。 因为我听到, 见到了, 我看到了, 我随喜, 我能够增长自己的信德, 开显自己的信德。 这时候你就随顺那个真如, 你的心量, 不再分成, 治他。 啊! 那个都是别人做的, 啊! 那是书做的, 我没得到。 啊! 那大菩萨做的, 我没得到。 当你这样子认知, 你就是把自己, 跟佛菩萨, 跟这些法师啊, 跟这些大修行者, 就隔成两边。 你怎么会, 恢复到你的信德? 阿弥陀佛所做的, 观世音菩萨所做的, 我们都随喜。 因为, 他们做的都相当于, 是我做的。 哇! 我厉害! 你想的那好。 当然, 差很多啦, 所以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给你认识, 就是有差别性, 但是也有无恶性。 我们现在要去水洗, 乃至一层, 就是要从那个无恶的那一部分, 去想。 那你说我们跟佛菩萨, 跟阿弥陀佛, 跟天差地别, 那个就是有差别性那一方面, 不能忽略。 往往, 我们在认识大圣佛法, 就是都会偏一边, 不能够同时两边都知道。 所以, 用这一段让大家认识清楚, 刚好透过持作法师在解释, 一层, 明明是一报, 一报还不是正报, 怎么会是约理, 怎么会是维系的理呢? 这个就是一正不二, 一多相及, 一报正报不二, 一跟多可以相及, 小跟大可以互荣。 好, 再来, 这个二圣菩萨这边就好懂啦, 比较难懂的就是二圣这边呢, 他用了一些专有名词, 七因四果, 六十二页第二行, 所以请参考讲义, 为什么是七个因, 四个果呢? 你看, 因就是三果加四相, 什么意思? 出果相,出果, 二果相,二果, 三果相,三果,四果相, 以上这个概称有学, 七,七个, 五学一个, 是四果的阿罗汉, 所以照说是应该是七因一果, 这样会比较明显, 那写个四果, 是因为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四个果位都是圣者, 所以才会这样写七因四果, 一开始我看昏了, 奇怪哪有七因四果, 七因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果啊, 怎么会变成七因四果呢? 原来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他另外再写一次, 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为什么二圣也要随喜呢? 那个小圣的东西不是不能学吗? 为什么还要随喜? 所以引用书超告诉你, 此上二圣与佛如来, 同正解脱, 有大功德, 能给众生做大福田, 所以我们也要随喜, 不要因为你学得大声, 阿罗汉不够看, 不能这样子。 好,再来, 这个菩萨的善好懂, 然后呢, 总结一样, 所以随喜这边呢, 经文跟注解就没有了, 所以特别强调一下, 随喜对我们而言太好用了, 别人修了半天, 很辛苦在那边修, 你知道以后, 你给他随喜赞叹一下, 你沾光, 别人修得很辛苦, 很辛苦, 我们不用这么辛苦, 我们就能够得一部分, 偷鸡取巧的人最喜欢这一点, 你说你怎么老是强调这一点, 从好的一方面来说, 你能够常常随喜, 你的心量就能够扩大, 但是如果你没有强调一点这样的好, 这样的随喜的好处, 一般凡夫谁肯啊, 谁肯愿意去随喜, 看了就, 那个人也会, 我才不相信他真的会, 真的会做那些善事, 所以要常常培养, 愿意随喜功的, 那另外一个强调呢, 就是要随喜的是功德, 这个是以前金空老儿上一强调的, 你不要什么东西随喜喔, 不要随喜恶业, 不要随喜烦恼, 你要随喜的是功德, 那因此他可能老人家, 接下来他就会讲, 那什么是功德, 要跟定会相应的, 借定会珊瑚肉学里面的定会相应的, 那我们可以不需要强调那么高啦, 只要跟信德, 跟我们的真如本性, 或者是儒家里面讲的良知良能, 否则的话你看持座法师, 刚刚解释地域众生也有信德可以随喜啊, 好, 再来, 第六青砖法轮, 我们就休息十五分钟, 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请看到六十三页, 进入第六行愿, 轻转法轮,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六十三页这边, 父持善男子, 言轻转法轮者, 所有进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为成中, 一一各有, 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 广大佛刹, 一一刹中念念有, 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 一切诸佛成等正觉, 一切菩萨海会围绕, 而我稀以身与异业种种方便, 殷勤劝请转妙法轮, 如是虚空借尽, 终生借尽, 终生夜尽, 终生烦恼尽, 我常劝请一些诸佛转正法轮,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无有疲厌, 经文不长,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他所请的佛, 他特别把那些经文写得特别详细, 所有进法界虚空界, 首先呢, 十方三四一切佛刹极为成中, 然后一一, 为成里面一一为成各有, 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 广大佛刹, 等于为成里面还有佛刹, 而且那个佛刹呢, 还是佛刹极为成数, 这么多的佛刹, 然后每一个佛刹当中念念都有, 不是隔好久好久才出现一尊, 是念念中都有, 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成数, 一切诸佛成等正觉, 所以这三行的经文可以说, 就把华言所要表达那种重重无尽的, 无爱的那种圆容的境界, 通通写在这里头了, 然后呢, 琴法一样强调, 用清净的身语意三叶, 种种方便, 还是强调这个, 那当然也就有前面的那个, 以普贤心愿立, 身心圣洁现前之见, 否则你不可能所请的, 所请的那个境呢, 可以有那一些境界出现, 你没有普贤心愿立, 没有身心圣洁现前之见, 你不可能观想到这么复杂, 这么圆容的, 再来, 经文的重点, 殷勤劝请转妙法轮, 这边用的是妙法轮, 后面六十五页这边, 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 所以转的法轮是妙法轮正法轮, 首先呢, 一定要正知正见, 所以用正法轮, 然后呢, 前面说他转妙法轮, 那么这个妙字的话呢, 你可以说呢, 就必须合乎一真法界, 合乎亲信, 亲近心, 这些才能够叫做妙, 看你怎么解释啦, 总之他用词上面就特别去强调, 转妙法轮, 转正法轮, 好, 那么, 回到六十三页, 注解里面, 六十三页最后两行, 注解, 强调呢, 这个十方三四, 是时间跟空间, 所有的时间跟空间, 然后一切时一切处, 念念有佛成佛, 所以你都要请, 请佛转法轮, 然后这个六十四页的话呢, 他就特别从我们众生的角度去解释, 他既然如此, 那应该到处都有佛可以见, 为什么我们不得见呢? 特别针对这样的去说, 所以他就从看,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一念的信德, 你可以这样去看, 所以他写的就比较白话, 发一念好心, 起一念智慧, 起一念慈悲, 就相当于跟信德的自信佛相应, 那众生心有各个互骗, 所以才会去写, 念念中有差诚, 是诸佛成等证卷, 所以等于把生佛, 众生跟佛, 字跟他, 时间跟空间, 一跟多, 全部写在一块, 所以如果你了解, 原来他们华言在描述的都是这个, 自他不恶, 生佛不恶, 一多相及, 然后呢, 这个小大圆容等等的, 都是这样的写法, 因此才会出现那些很不可思议的那些文字出来, 所以你看那个六十四页的第三行, 他就是说, 从事项来说, 佛法界众生法界好像相隔很远, 那是因为我们背绝合成, 或者是呢, 圆浅, 但是如果你了解道理之后, 你开始下去, 有这样的明字极, 开始修观形极, 持组法师很喜欢, 明明是在解释华言, 每次都把天台的那个六极用来用, 特别讲到观形极,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修, 真正开始会修了, 才叫做真正的观形极, 因此他特别去讲这个, 那为什么不用明字极? 其实照天台本身的文字, 明字极是真的开始有在修, 只是他修的没有那么好, 并不是说明字极只懂得道理都没有在修, 这个是很多人在天台的用词上面有误解的地方, 以前有一个学长, 我们跟他这样解释, 他就很不高兴, 他说你们都解释错了, 有修行一定要观形极才有修行, 他一直是这样观念, 我们就引用那个庙中操, 知理大神的庙中操就告诉他说, 明字位很长喔, 从你开始凡夫, 开始学习这些大神的教理开始, 也可以叫做明字极, 一直到你已经把所用的道理, 用在你的那种定会上头, 但是你还没有办法, 这个承念弥间, 静观相知, 承念弥间, 静就是所观的静, 观是能观的智, 静观相知, 互相帮忙, 而且这样能够互相, 能观所观能够相应, 这种情况之下还要能够念念, 没有间断, 你必须要能够做到这样子, 静观相知, 念念弥间, 没有间断, 这才叫做入品, 真的入到观行极的品, 五品当中, 所以是补充说明了, 这边讲, 一直强调观行极, 你看他的注解你就会发现, 他一直强调观行极, 观行极, 观行极的话就不错了, 所以你看他观行极菩萨, 以上, 还以上的菩萨, 六十四页的第四行, 智慧超胜, 故能见也, 就能够看到那个经文写的那些, 不但是念念有不可说, 不可说佛萨几位称书, 一切诸佛成整正觉, 而且旁边都还有一切菩萨还会围绕, 那这时候代表已经成佛了, 那成佛就要转法轮, 所以这时候你就代替众生用清净的生语, 义三页, 殷勤勸请请佛转法轮, 所以六十四页的导数第四行, 明明经文是写转妙法轮, 这时候他套用后面的转正法轮, 但是转正法轮他说呢, 要说的是一切唯心, 如果说的不是一切唯心, 那就叫做心外取法, 那就不是妙法轮, 就不是正法轮, 然后再来的话呢, 导数第三行, 唯佛弟子不知有佛则已, 知有佛即因勤转法轮, 勤转法轮就是上求下化, 相当于是跟你的菩提心是相应的, 上顺诸佛之心, 下顺众生之心, 也就是说你勤转法轮一方面是要向佛学习, 不是说你已经懂了, 你才请佛开示给众生听, 不是喔, 是你本身还是真的有不懂的地方, 所以请佛开讲, 请佛指示开示, 也是一种青砖法轮喔, 所以各位不要误会, 以为青砖法轮都是大菩萨, 然后请佛, 其实他们早就都自己懂了, 没有喔, 我们不懂的人也是可以青砖法轮喔, 我们是自己要学喔, 才请佛开示喔, 喔, 所以, 所以你看呢, 无请不说, 佛一定要有人请法, 没有因缘, 所以佛本来就是想要让众生都明白, 所以你请法, 佛说法, 顺佛心, 但是有的人呢, 想要知道,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请, 所以你帮他们请, 请佛转法轮, 那就是也顺众生的心, 这个是持作法轮的注解, 然后翻过来, 这个六十五页, 这个是请自心佛说法, 也可以是这样子, 你看, 佛自有所知, 愿以众生说, 就是请自心佛说法, 一种解释, 然后请他说法, 请自心佛说, 也可以, 请他就是另外的善知识, 这时候他强调呢, 请他说法可以名字集以上, 就可以请了, 他只要懂道理, 不一定要他已经真的到观心集, 都可以请他说法, 但是强调呢, 说是他真的会转的是正法轮, 妙法轮, 知道一切唯心, 这种大圣的教理, 那我们去请他, 好, 这时候请参考讲义, 今天的第二页, 秦砖法轮这一段, 引用黄恩经书, 言, 劝请者, 名为祈求, 就是你有所祈求嘛, 这时候呢, 你这样子去做秦砖法轮, 可以除棒法杖, 可以帮助自己生起慈善根, 慈心啊, 善根啊, 身文制度淡称己罪, 可是如果你是要求菩萨道德的人, 菩萨敏众顾虚欠勤, 另外呢, 虚欠勤者, 但劝如来, 普与法与, 则致必瞻恰, 自己也能够得到好处, 自己也能够有所学习, 因为是如来, 佛如来开示, 但是, 对于菩萨而言, 他一定有大的帮助, 另外一个, 书超里面讲法, 解释说什么, 转法轮是转什么法轮, 小圣中, 四地法, 就是叫做法轮, 说世间化, 那世间法, 那就不是法轮, 这是小圣的标准, 三圣的标准, 佛的一切语, 一切身微疑, 都可以是法轮, 无不易生故, 这是三圣, 对比于前面那个小圣, 现在是三圣, 然后再下来, 一圣, 一佛圣, 不但是佛的身与意, 通通都是法轮, 三世间聚入法轮, 一切众生语言, 也可以是法轮, 所以如同《华言经》里面写的, 能令三界所有生, 文者皆是如来因, 所以看你怎么讲这个法轮, 不同的标准, 引用这段就让他做一个对比, 小圣, 然后大圣, 然后一佛圣, 那个大圣就是在三圣里面, 身为原觉菩萨圣, 然后再来的话, 心愿品书超, 问, 既曰圆中, 圆教来说, 一切无回法轮, 念念长转, 那还要请吗? 那个是圆教的修行人, 可以在一切法当中, 都好像在听佛开示一样, 那是圆教的修行人, 现在菩萨知道, 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圆教的修行人, 所以你看, 为什么要请专法轮, 以情迷起念, 至于色身, 就会被那一些五欲六成, 五成给黏着住, 五欲令人耳聋, 五欲令人心迷了, 所以不闻原因片眼, 好像就没有听到啊, 因为你不觉得那个是在说法啊,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请, 然后这时候就分成两种请, 随缘请, 乘性请, 随缘就是因缘具足, 各方面条件都OK, 然后请他说法, 请善知识说法, 随缘可知, 乘性请就是, 这个词作大师讲的, 请自心佛, 所以虚恒悟, 恒的就是永远, 都要能够悟, 一切生如空谷想, 缘起无性, 非断非长, 一一全是真如, 无非法界, 每一法都是一真法界,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文无所闻, 就从空性来说, 文无所闻, 能够这样的话呢, 中日文法, 新观如此, 就是请专法轮, 什么意思, 你自己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随时呢, 都是在请一切的如来, 专法轮, 从你自心里面, 就是在体会这些佛的法轮, 讲白了是这个意思, 不竟然是要很多人, 然后听某一个善知识开示, 而是你自己在内心里面, 就请自心如来, 为你转法轮, 是你在那边体会, 一切法都即是真如, 所以如来随一切众生, 心形欲要, 无量差别出若干总生而转法轮, 所以这个是如来随顺众生的根性, 来说法, 转出不同的法轮, 既随众生之心, 即之愿情转法轮, 须令自心秤法, 心若不秤, 义不稳固, 这是另外一段, 情转法轮的人, 你要自己要跟那个法相应, 你不是说, 那个善知识好会讲经喔, 我请他讲经, 结果你只去一次, 之后你就不见人了, 是怎样? 是你误会了, 以为他是善知识, 所以请他说法, 还是你已经学好了, 根本不需要再学了, 可是人家从来没听过这个善知识的, 发现, 你不是发起人, 你怎么出现第一场, 然后之后就不见了这样, 是不是有问题呢? 所以讲白了, 这段话就是要强调, 你勤转法轮, 你自己要跟那个法要相应, 否则等于也没有听是一样的, 帐和尚就是法障大师, 里面在这个元启章里面说, 由一切诸佛为智为德, 故菩萨以穷法界之志而请佛说法, 是故一切诸佛无不与大法语, 然菩萨为怨为行, 诸佛即以圣身愿力而家所请, 是故菩萨无不获于大义, 为什么要在这边用红色的呢? 佛自得, 你要跟他相应, 菩萨是要用智慧去请佛说法,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就要配合上面那个, 你要称智心称法, 你要请佛说法, 你要用你的智慧去请佛说法, 再来你要发愿, 要落实菩萨行, 唯行唯愿, 所以这时候佛就会用愿力加持所请的人, 所以去请转法人的菩萨, 都能够从自己去请法, 自己就能够得利益, 所以这边就是要强调请法, 菩萨修请转法轮, 一方面是要利益众生, 二方面是帮助自己, 不要忘记, 普遍菩萨修, 叫我们修十大行愿, 都是要教这些菩萨如何成佛的方法, 所以请转法轮是可以自利, 同时利他, 是这样, 然后所请之敬, 这边刚刚不是有说过了, 所以请看他的注解, 六十三页倒数第二行, 这是课本, 然后现在注解呢, 他说呢, 所请禁分两个, 经文先分开, 先标所片处, 所有禁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即位成中, 一直到那个一一各有, 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位成数, 广大佛刹一一刹中, 这个是所片处, 然后每一个佛刹当中, 有不可说不可说, 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位成数, 一些诸佛成等正觉所请的人, 所以他说那个所片处还两重无尽, 中间那个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 有两种无碍, 第一一多无碍, 第二小大无碍, 一一为成里面有那么多的佛刹, 一一为成是小, 而且是一, 一个为成里面有那么多的佛刹, 每一个佛刹有那么多的佛, 所以一多无碍, 小大无碍, 小大无碍, 为什么可以这样, 以性容相, 这个性就是真如本性, 一真法界, 一切通通即是一真法界, 这是处, 可以有这两个, 人有果人有因人, 果人就是佛, 诸佛, 一切菩萨还会围绕, 那个是因, 然后呢, 都强调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的佛, 你看, 这句话意在, 近宽, 能寝无边故, 所谓所现身, 因如第一门松, 这样子, 无量无边, 所以一念尚且如此, 更何况念念累积起来, 才有所谓的时间, 所以他特别强调, 念念中有那么多的佛, 成正觉, 更何况, 无量无边节, 有多少佛, 这一段意思, 一直让你了解这个, 然后苏超就, 开始抓住重点, 以性容相, 而无尽, 一一四相, 皆设理性, 由性容之, 故能包一切, 骗一切, 这两句话, 一, 包含一切, 一, 骗入一切,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 都是极是真如, 一个围城, 也极是真如全体, 所以, 一个围城里面, 能够包一切, 但是, 这样子的围城, 也可以, 骗入一切的事项, 到处都有围城, 围城的时候, 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 基本例子, 现在物理学上, 什么夸课啊, 那一些, 基本例子, 在这里面, 可以包含一切, 大到, 三千大千世界, 这样的一报, 大到像, 诸佛如来, 圆满的, 八万四千像好, 无量像, 无量好, 的正报, 都在这一围城里面, 所以这个, 就是, 华言难懂的地方, 因为他, 都极是, 一真法界, 的真如, 以信容像, 名重重之所以, 理由所在, 就都在这里, 一切法都极是真如, 所以, 下面就说明, 曰, 是理容通, 故得有这样的无碍, 怎么说, 不亦理之一事, 全色理性时, 另比不亦理的多事, 谁所依理, 皆于依中现, 这种逻辑,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能够想得通, 已经很了不起, 我曾经用那个, 用那个, 镜子里面, 可以现多像, 讲半天这个例子, 那个人, 怎么听就听不明白, 到底我, 我这个批语是要讲什么, 我说, 一个镜子可以先很多像, 镜中像, 不管是哪一个镜中像, 当下就是镜子的本身, 所以, 每一个像, 都可以包括所有的镜中像, 他说我听不懂, 我说, 不意外, 所以用那个镜子是非常的, 不得已啊, 所以, 镜子本身并不是用一面镜子, 而是说, 能, 能有镜子公用的那一片, 不管它是玻璃, 是铜的, 是什么金属的, 都可以, 凡是具有镜子的功能的, 所现的所有的像, 当现像的时候, 就是镜子的全体, 这样叫做, 不意理之一试, 试就是镜中像, 全摄理性时, 那个镜中像就代表镜子的全体, 这时候不管镜子里面, 献出所有不同的像, 不意理之多试, 随着所依的理, 都可以在一中献, 用那个批语缺点就在于, 很难, 后面这句话, 那怎么办呢? 投影机的荧幕, 荧幕只有一个, 可是呢, 荧幕在变化, 不同的像在出现, 这样, 这样, 请问有没有离开镜子, 有没有离开荧幕? 没有。 所以我就可以说, 这样子的影像, 这个握得了这个影像, 等同是这个佛像, 也可以说, 握得了这个文字的影像, 包含了佛像, 也包含了, 这样子的一个, 檔案总管的影像, 因为, 我后头都说, 都是这一面, 荧幕, 同样都是这一面, 荧幕, 这一段要讲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能够听得懂, 这一段话的话, 你的逻辑能够思考得过来的话, 身佛不恶, 佛心, 众生心不恶,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不但是阿弥陀佛在里头,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都在里头, 所以为什么我们得念佛三昧的时候, 我们念念念, 念到得念佛三昧的时候, 十方诸佛, 通通都在我们面前, 不是只有阿弥陀佛现前, 十方诸佛通通在现前, 而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真如本心, 本来的面貌,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迷失了这种真如本心, 迷失如同前面讲的, 那个头还在, 那个眼若达多的头还在, 然后他是说, 那我照镜子的时候能够看得到, 那我不照镜的时候, 我怎么看不到, 那我怎么了, 就在那边发狂, 然后佛就说, 他为什么发狂, 没理由才叫做发狂, 有理由那就是有原因, 还可以找出原因, 就不叫发狂, 一样的, 我们的真如本心, 本来的面貌是这样, 依多相及, 依多无爱, 我们现在因为迷失了, 无明, 现出来就是, 佛跟众生分很开, 至他完全有对立冲突, 这是无明的状况, 我们就利用念佛三昧, 修念佛三昧, 多多少少偶尔会出现, 这种相应的状况的时候, 你就很高兴, 我念佛有点功夫, 实际上, 所谓的相应就是, 你把那些本来的面貌透一点出来, 念念念念念, 把我们无明弄掉一些, 恢复本明, 恢复一些, 原来这样叫做得念佛三昧, 诸佛现前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边就是告诉你, 以信容向, 所以就可以无尽, 反过来说, 如果一事设理不尽, 理则有分线施, 就是那你的真如, 就漏掉这一个, 若一事设理尽, 而多事不随理线, 则是在理外施, 也就是说, 真如当成是一个中间的东西, A等于B, B等于C, C是多事, 如果A不是等于B, 是A, 那个集合小于B, 或者是, 那个数学符号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叫什么, 包含, 包括含, 包含, 所以如果是A, 包含B, 就是A集合比较小, B集合比较大, 那当然就不可能了, B等于C的时候, A可以等于C, 不行了, A已经不等于B了, 它小于B啊, B, 倒过来说, 一事设理尽, 而多事不随理线, 那事在理外施, 就是, 那, 你, 一等于, 一等于理, 但是呢, 这个多也等于理, 结果不能够在等于理当中全部限, 那代表, 还有东西不在这个理里面, 所以经济一事全色理性, 多事起不于一中限, 所以, 所以这个逻辑, 不太能够一下子理解, 但是如果你能够, 能够体会到说, 原来如此, 所以当我现在念佛的时候, 为什么观经里面会讲, 诸佛如来法戒身, 是法戒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是, 一切众生心想中, 因为他已经证得一真法戒, 佛身等于一真法戒, 所以佛的身, 可以入一切众生心, 因为一切众生心, 不管哪一个众生的心, 都等于是一真法戒, 所以他就可以入一切众生心, 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的念佛怎么会没有信心, 我这样起心动念念佛, 所以我常会跟大众这样讲, 你要有这样的认知, 佛有无碍的智慧, 从凡夫的角度, 佛的无碍智慧, 我们起心动念佛都知道, 我们念佛他也知道, 他一知道, 他马上能够以法戒身, 入我们心想中, 这时候佛心等于众生心, 佛身也等于是众生的念佛心, 所以你正在念佛的时候, 那一念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法戒身, 你说你能够有这样的认知, 一直一直念一直念, 一直保持你的念佛的功夫, 这时候你临终的时候, 佛的身会不现前吗? 因为当你还没有到临终的时候, 你都已经知道, 我当下这一念念佛心就是佛的身所在, 到了临终还保持这种状况, 佛会不现前吗? 所以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明自己, 一直维持这样的功夫, 做这样的功夫, 能够让他沉念迷奸, 念念都能够这样的相续, 一直保持到最后, 你必然往生, 而且成为品位还不低, 怕的是理想是知道这样, 这是理想状况, 常常能念一念就比较打瞌睡, 常常念一念就想东想西, 想南想北, 这完全就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要练的功夫就是, 把你所知道的这个道理, 用在这当下, 念佛的当下, 我在念佛的时候佛马上知道, 佛一知道佛光马上加持着我们, 佛的法界身马上跟我们众生心相应, 所以我念念都即是佛的法界身, 佛心跟众生心无二无别, 好, 这个也就合乎秦转法轮, 那个转正法轮, 转妙法轮, 再来请佛注释, 六十五页, 护赐善兰子言, 请佛注释者, 所有尽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萨即为身术, 诸佛如来, 将欲视线般涅盘者, 及诸菩萨声闻原觉, 有学无学, 乃至一切诸善之事, 我惜劝请没入涅槃, 经于一切佛刹即为神术节, 未欲利药一切众生, 如是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恼尽, 我此劝请, 乌有穷尽, 念念相续, 乌有间断, 生于一夜, 乌有疲厌, 经文也不长, 这时候回来六十五页, 首先注解呢, 六十五页最后一行, 词座大师的注解是强调, 佛哪有所谓的生灭呢? 既然没有生灭, 干嘛还要所谓的请佛注释呢? 特别要去解释这个, 有积, 也就是说有众生的积元, 则在众生心中陷, 没有众生机缘, 则在众生心中隐, 所以请佛注释, 佛集在请者的心中陷, 而不入涅槃。 请看参考讲义, 有机无机, 行愿品书超先用一个寄送, 来做解释, 寄送云, 释放一切佛若欲舍受命, 我今头面里劝请令久住。 解释, 众生心尽见佛常住, 众生心够见佛舍命, 佛无生灭, 随机见书。 所谓的有机就是你心清静, 心静观佛, 佛则常住, 那才是真正的请佛注释。 所以这个是比较文言, 我们池舟大师把它改写了一下, 这个时候是在请者的心中注释, 而不入涅槃。 他改写成这样, 就比较白话一点, 但是书超里面强调的是, 那怎么样才能够请佛常住呢? 你心清静,佛则常住。 然后呢, 66页的经文, 一样所请的是, 禁法戒虚空戒, 十方三世一切, 佛刹极为称世, 诸佛如来。 他要似现入涅槃, 强调的是佛。 再来是, 菩萨, 阿罗汉, 辟之佛, 有学无学, 乃至一切诸善之士。 哦, 这个经文就很明显了, 一直往下降, 降到这些诸善之士。 所以以此类推, 前面的那个青砖法轮, 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经文。 只是呢, 那边没有写, 这边有写, 那边强调的是那种, 从从无尽的, 世事无爱的境界, 请佛注释的。 那现在青砖法轮就强调, 从最高的佛, 到最下面的一切善之士, 通通呢, 劝请没入涅槃。 目的在哪里? 为欲利要一切众生。 所以, 请看参考讲义, 特别去解释那个, 四线波涅槃, 那个字念波, 波惹的波。 中文的意思就是入, 入涅槃。 那为什么要用四线两个字呢? 就是刚刚强调的, 佛本来没有生灭, 是众生的见佛的机缘, 没有了, 灭了, 佛只好四线入涅槃。 这样子, 所以《花言经》里面的离世兼品, 里面写到, 如来应供正偏知, 如来应正等觉, 做佛事已, 观十种义故, 是波涅槃。 哪十个意思要事先波涅槃? 第一, 是一切行实无常。 要告诉我们, 连佛都会入涅槃, 无常。 是一切有为, 非安稳, 有为法都不安稳。 第三, 是大涅槃是安稳处, 无不畏顾。 第四, 以诸仁天要酌设身, 未宪设身是无常法, 令其愿住尽法身。 要像佛这样。 第五, 是无常力不可转, 连佛都必须要入涅槃, 无常就是这样。 第六, 是一切有为, 不随心住, 不自在故, 一切有为法都不自在。 第七, 是一切三有, 三界皆如幻化, 不劳固, 不兼劳固。 第八, 是涅槃性, 究竟兼劳不可坏。 所以七跟八是相对的。 三有, 三界轮回, 幻化, 不兼劳, 涅槃才究竟兼劳不可坏。 第九, 一切法无生无起, 而有聚集有善坏。 也就是说, 虽然一切法本来无生, 本无起, 但是呢, 原具竹会聚集, 原, 不具竹了, 就会善坏。 连佛这边也是这样。 十, 诸佛是尊, 做佛是以, 所愿满以, 转法轮以, 应化度者, 皆以化度以。 也就是说, 这些事情, 佛都已经做好了, 转法轮也转了, 该度的众生也度了, 有诸菩萨应受尊号, 成祭别的, 该受祭的也受祭了, 法因如是, 入于不变, 大不涅槃。 该做的都做了, 就要视线如涅槃。 这是第十个, 视线涅槃的第十个。 所以, 视为如来, 应正等觉, 观十一故, 四波涅槃。 再来, 一切诸三之士呢, 我接劝行。 这边假设一个问答, 二圣圣者, 起码阿罗汉匹之佛, 他们有断烦恼, 断见识祸, 然后呢, 菩萨他们呢, 有正德真辱啊, 义务功高, 就能够帮助众生的地方比较好, 顾虚劝请。 诸善知识是什么人, 有何功能, 我们也要劝请。 什么样的标准叫做, 我们要请他注释的善知识,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问出这样的话出来。 是什么样的标准, 才是我们值得, 值得我们去请他注释的善知识。 答, 如《涅槃经德王品》里面说, 故去宣秦。 所以就赶快把《涅槃经德王品》的经文拉出来。 他的德王品是简称, 光明骗照高贵德王菩萨品, 第十品。 善知识者, 所以下面就解释哪些善知识, 所谓的菩萨佛, 身为人中信方等者。 信方等就是信大圣的。 何故名为善知识呢? 你看哦, 标准降到人中信大圣的。 那什么叫做信大圣的善知识呢? 善知识者, 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 以示意故名善知识。 能教人家断恶修善, 用十善做标准。 互斥善知识者, 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 就可以是善知识。 云何名为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呢? 例如刚讲那个十善业。 自不杀生叫人不杀, 乃至自行政见叫人政见。 不杀生不托刀不邪淫, 不妄语不两舌, 不起语不恶口, 不贪不撑不吃, 不吃就是政见。 他用的是这个意思, 自行政见叫人政见。 若能如是, 则得名为真善知识。 自修菩提, 一人教人修行菩提, 以示意故名善知识。 自己发菩提心修菩萨道, 也能够教人家发菩提心修菩萨道。 自能修行信借布施多文智慧, 一人教人信借布施多文智慧, 互以示名为善知识。 是一名善知识。 善知识者有善法故, 什么叫善法? 有哪些善法? 所作之事, 不求自乐, 常为众生而求乐。 见他有过, 不说其短, 可长宣说, 存善知识, 以示意故名善知识。 标准都不很高耶, 标准都没有很高耶, 所以有人常问说, 什么是善知识的标准啊? 涅槃经, 这一段是涅槃经。 当然广论里面有所谓的善知识的十个标准, 基本上就是用戒定慧三无漏学, 还有他要自己真的有心, 有求解脱的心, 有菩提心, 然后教人的时候呢, 在教学生, 教众生的时候呢, 要能够不厌其反, 自己能够精进, 这些是大胜的标准。 所以这个是经论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善知识的标准, 但起码这边你就可以有一个经文的依据, 十善业, 然后自己能做到, 自己能够做, 也能够教人家, 然后自己对大圣佛法有信, 然后有持戒, 有布施, 多文智慧, 等等的这些, 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众生, 然后呢, 见他有过不说其短, 口中呢, 常常宣扬那些随喜赞叹别人的好事啦, 这样子, 真的已经不容易了, 用这个标准我们要去做人家善知识不够格呢, 我们都, 里面都犯了好几个呢, 好, 所以, 这个, 是, 补充说明, 请看课本66页, 赤松大师的解释的话呢, 他就把, 把天台的六集佛呢, 就搬上来, 那么, 里集佛也可以啊, 里集佛呢, 就是, 劝学佛法, 令知至心集佛, 就是请佛注释, 不学, 就入涅槃了, 从这个角度去讲, 请里集佛注释, 让他去学大圣佛法, 让他知道至心集佛, 就是请佛注释, 这个是标准最低了, 再来明治集佛, 那, 又好好修观行, 好好去修行, 把所知道的佛法用在行为, 修行上面, 第三,观行集佛, 就有一个未知出来了, 实信菩萨, 你觉得这个实信, 是原教还是别教, 别教, 因为如果是原教实信, 就已经可以到相似集, 用天台的判法, 原教的实信就可以到相似集, 他这边观行集, 就把实信搬上来, 别教的立场, 所以, 所以, 所以他说呢, 你修观行, 没有贱信, 就涅槃, 有贱信, 就是请佛注释, 他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相似集, 三贤, 等于实住实信实回向, 相似贱信, 不究家行, 涅槃, 有家行, 就能够呢, 转相似到分正, 那叫做请佛注释, 所以为什么三贤位后面有一个四家行, 他用这样的, 以此类推了, 然后呢, 分正集, 登地菩萨, 修正位元, 涅槃, 请他元修元正, 就是请佛注释的意思, 那佛不用说了, 就是经文的意思, 还有, 六十七月第一行, 最后两句话, 个人智慧现前, 就是佛注释, 智慧不现前, 就是佛涅槃, 这也蛮特殊的, 他的注解, 持动法师的注解, 有时候也会出人意表之外, 这样解释也蛮好, 那就, 就是完全从自心上面来说, 什么叫做请佛注释, 那如果没有就是入涅槃了, 这样子, 好, 这个是以上, 请佛注释, 所以,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请佛注释, 你可以从自己内心去说, 也可以请一切善之士说法, 这里面补充一点就是, 不要用这个, 老是希望那些老和尚, 明明身体已经很不行了, 然后呢, 要请老和尚注释, 有时候我都在旁边, 你说你都不修请佛注释, 我就觉得我们身体很难过的时候, 然后已经年龄那么大了, 各方面都不是很方便, 你还硬要他老人家, 人家明明本来就要往生极乐世界, 到那边去换个身体, 不是好, 比较好修行吗? 硬是要把他, 老和尚都很慈悲, 有人请就不得不要留下来, 可是拖着那样子的生病的身体, 怎么样能够利益众生呢? 也只不过就是, 有时候都觉得, 这个时候硬是要套这个请佛注释, 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是比较没有善根, 我都会有这个问号, 那请老人家, 往生到极乐世界, 赶快再回入所谱,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你是不是魔? 密度, 这很难说, 好啦不多话了, 回来继续, 进入第八, 常随佛学, 要把经文念一念, 护赤三男子, 愿常随佛学者, 六十七月最后两行, 从这边开始, 然后接着六十八月, 如此, 如同这个娑婆世界, 白话讲是这样, 如同这个娑婆世界的, 毗多则那如来, 从出发心, 今进不退,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不失, 剥皮为子, 膝骨为笔, 赤血为墨, 书写经典, 姬如须迷, 为众法故, 不惜生命, 何况王位, 诚意聚落, 宫殿圆灵, 一切所有, 及于种种, 难行苦行, 翻到七十一月, 乃至, 树下成大菩提, 是种种神通, 起种种变化, 现种种佛神, 楚种种众会, 或处一些诸大菩萨众会道场, 或处生文及辟师佛众会道场, 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 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 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 处于如是种种众会, 以圆满因如大雷震, 随其要欲成熟众生, 乃至视线入于涅槃, 以上种种如是一切, 我皆随学, 这是如来,随学如来, 然后呢七十三页, 如今, 世尊毗路遮那, 如是净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所有成中, 一切如来, 皆易如是, 于念念中, 我皆随学。 如是虚空界境, 众生界境, 众生夜境, 众生烦恼境, 我只随学, 无有穷尽,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生于一夜, 所以, 这个, 就是, 常随佛学, 所以你看, 他学习的对象, 通通都是如来, 他就没有写说, 菩萨, 阿罗汉, 僧文, 辟之佛, 没有, 通通都是写如来, 但是呢, 如来可以从因地开始, 从因地开始, 从出发心开始, 一直到呢, 成佛, 世线成佛了, 在树下成大菩提, 然后呢, 有种种的神通, 处在不同的法会当中, 为大家开示, 然后呢, 去帮助所有的众生, 乃至呢, 世线入涅槃, 这些, 都是佛的八项成道, 通通都要学, 常随佛学, 所以, 这个是他的, 经文的内容, 那无尽的方面呢, 那就是一样, 从第一, 第一行愿到这里, 通通都是一样, 所以就不重复说了, 请看到67页, 最后一行, 这时候他的注解, 他说, 从这里开始, 常随佛学, 第八, 第九, 恒顺众生, 第十, 普皆回向, 这三愿, 通通都是属于回向, 但是呢, 第十, 第十门, 不, 第十门也特别写出来, 是普皆回向, 很明显, 但是呢, 他说呢, 若种容, 若但容赦, 十门, 也可以都, 都叫回向, 一级一切嘛,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现在呢, 不从那个一级一切, 一级死去说, 容赦的角度去说, 就特别去讲, 跟回向有关系的, 八九十, 属于回向, 所以, 第八属于什么, 回向菩提, 第九, 回向众生, 第十, 回向法界, 在68页的第二行, 这个, 好懂, 常随佛学嘛, 那个佛就是圆满菩提啊, 那横顺众生呢, 所以回向众生啊, 然后呢, 普皆回向, 既然是普皆回向, 就回向法界, 也就说, 第八个呢, 是回因向果, 第九个是回至向他, 第十个呢, 是回至向理, 三种回向嘛, 好, 所以这一行, 还好懂, 第一行, 比较难懂, 即送中, 第七愿后, 即总标回向, 什么意思, 你看到课本的一百零九页, 这边, 一百零九页, 你看第四行的科判, 跟八, 合颂后三, 也就是说, 后面三大行愿合起来的, 然后这时候, 你看科判, 新出, 和颂三门, 总标, 人一, 总标回向, 所以你看那个, 所有礼赞供养福, 请佛注释选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到这里, 是不是有,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然后请佛注释, 勤钻法轮, 随喜功德, 忏悔业障, 等等的, 这七个, 这七个, 回向众生即佛道, 就这一句, 才会说呢, 这个, 回到六十八页, 祭诵中, 第七愿后, 及总标回向, 也就是说, 一百零九页, 第七就是请佛注释, 讲完之后, 第八, 跟八那边, 就总标回向, 回向众生即佛道, 前面七大行愿, 我通通拿来回向众生即佛道, 用这样来, 长行跟祭诵对比, 来显示这个, 后面三大行愿, 也都属于回向, 这样子, 好, 所以回到六十八页, 第二行的最后两句, 前二是回向别义, 后义是回向普义, 用个别, 干脆用个总, 回向的别义, 跟回向的总义, 这样会比较好懂, 但是它是配合那个, 普接回向, 所以改一个字, 把那个总义改成普义, 其实用的总跟别, 会比较好, 然后呢, 它说八跟九, 是别说恶立形体, 因为第八属于智力, 因为你回音像果, 所有的一切, 我通通都是要回向, 我要成佛, 成就像佛那样子的菩提, 所以是属于智力, 那恒顺众生呢, 当然就回至向他, 属于立他, 然后呢, 第十呢, 普接回向, 他说呢, 别说所回善根, 将恶立功德及一切福, 回向三处, 总说都有, 好, 这时候请看参考讲义, 第四页这边, 这个恶立形体, 三种回向, 以善根回向众生, 菩提跟实际, 我就把它列举出来这样, 回向菩提是回音像果, 属于智力, 常随佛学, 回向众生呢, 是回至向他, 属于立他, 恒顺众生, 回向实际呢, 是回至向理, 然后呢, 就把前面的智他恶立, 通通弄进来, 普接回向, 可是呢, 这里面, 常随佛学, 恒顺众生是别说, 然后呢, 普接回向是总说, 所以, 普接回向里面呢, 就有, 普将, 恶立功德, 及一切福, 回向三处, 所以他的普义, 也可以这么说, 是他要讲这个, 所以才会说叫做普义, 否则要总别总别总别, 会比较好懂啊, 好, 所以, 这个交代了, 课本了, 然后请看六十八页, 第四行, 最后两句话, 诱词第八, 藏水佛学, 同华言经十回向中的, 等一切佛回向, 这就难懂了, 突然冒一句话出来, 哦, 所以请看参考讲义, 同等一切佛回向者, 华言经里面, 有把十回向的名称全部列出来, 而这个呢, 是在十回向当中的第三回向, 哦, 此意回向中的别意, 所以才会止同, 哦, 就是跟那个华言经的十回向的第三回向, 是一样的, 所以, 干脆我就把十回向的名称列举在这边给大家看, 第一, 救诸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第二, 不坏回向, 第三, 等一切诸佛回向, 第四, 至一切处回向, 第五, 无尽功德占回向, 第六, 入一切平等上根回向, 第七, 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你说为什么这边要用红色的, 这个相当于横顺众生, 在十回向里面它是第七, 然后呢, 常随佛学, 相当于十回向的第三, 等一切诸佛, 这边是等随顺一切众生, 横顺众生, 然后第八, 真如向回向, 第九, 无护无浊, 解脱回向, 第十, 入法界无量回向, 所以这个是十回向的名称, 列出来给各位看, 然后书超里面, 有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等诸佛回向, 为此菩萨, 学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 诸佛回向, 怎么去学, 学佛, 过去现在未来佛都这样回向, 怎么学, 见好恶色, 喜欢的色, 心无爱, 厌恶的色, 心无真, 这个就是有一些教派修, 你修内观, 就是这样, 眼睛看就看了, 耳朵听就听了, 不要有分别, 好恶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不要在那边分别, 这个美, 这个丑, 这个好听, 这个不好听, 你说那这个, 不是跟木头一样, 不是跟木头一样, 是你看得很清楚, 但内心不要再随顺过去的那种, 好恶的心态, 你说这个难, 当然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那种好恶的分别心, 已经养成习惯, 凡夫已经养成习惯, 我们不自觉, 麻烦在这边, 所以, 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去训练这个, 就是让自己知道说, 原来, 我的六四, 眼见色耳闻生, 我的四星, 生起来的时候, 往往不是那么的单纯, 我只是了别, 而往往已经加上了, 种种的价值, 好恶的判断在里头, 而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所谓的染污心, 就是这些, 否则眼见色耳闻生鼻秀香, 六根接触六神有六四, 那个是自然任运有的作用, 没有这样的作用, 叫做坏掉了, 六根坏掉了, 正常的六根作用, 就一定会可以眼见色耳闻生鼻秀香, 然后, 交官法师在正脉书里面, 扔一经正脉书,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 就是, 我们所谓的, 这个, 四星, 现在要你舍世用根, 是叫你舍这些分别心, 虚妄的分别心, 用六根的根性, 不是叫你用六根, 不要误会, 叫你直接用眼根啊, 用耳根啊, 不是, 是要用六根的根性, 那个根性就是不生不灭, 不随着六层生灭的, 叫做根性, 所以, 入流忘锁, 就是我们会听声音, 耳朵正常, 当然可以听得到声音, 我们一听到声音分辨, 这个是电风扇的声音, 这个, 这个是马达的声音, 这个是人的声, 这个是摩托车的声, 我们自然就会有分辨的心, 这些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是, 我喜欢这个声音, 我不喜欢这个声音, 首先要拿掉这个, 所以忘锁, 要忘掉所缘的, 其实不是忘掉所缘的生成, 是先忘掉那种好恶的心, 然后再来, 再忘掉所缘的生成, 那个是更深一层的功夫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往内入流, 往内观能听声音的文性, 我们根本不可能忘掉所缘的声音, 除非你耳朵重听, 否则正常人一定可以听得到声音的, 你怎么可能忘掉声音呢? 所以, 先忘掉听到声音生起好恶的分别心, 接下来, 往内观察, 能听声音的文性, 它并不会随着生灭的生成, 而跟着生灭, 所以要去注意那个, 观察那个, 不随着生成生灭的文性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你要去观察那个文性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在乎听到什么声音, 更不要说要去判断这个声音我喜欢不喜欢, 你不会在乎他听到的是什么, 而是透过声音, 听到声音的这个作用, 马上往内观能听声音的是什么? 你才有可能忘锁, 这时候你越往内观你心就越定下来, 你才有可能进入定境, 现在这边没有写那么多呢, 现在只是告诉你看, 见好物色,心无真爱, 然后呢, 用这样来修六根清静, 此得如是回向诸佛, 也就是说, 我这样修, 目的就是我要往诸佛的清静心方向前进, 我向佛这样来学, 这样叫做常随佛学, 佛也是这样学的, 所以学三世佛所作回向, 叫做等诸佛, 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佛, 都是这样学, 来练自己的自信清静心的, 所以通能所回, 能回向所回向, 都跟佛一样, 华言和论里面写, 等一些诸佛回向, 以忍波罗蜜为体, 主要在修忍入波罗蜜, 那这个忍入波罗蜜不再是忍别人的攻击, 什么的, 而是地查法人, 主要是第三种地查法人, 那慧信法师在这边, 这个讲录, 写的也不错, 所以提供给各位了解, 你看, 师大行愿后三科都是回向, 第八, 常随佛学是回音向果, 第九, 恒顺中生回字向他, 八跟九属于别义, 第十不接回向是种义, 你看他就跟我一样, 喜欢用种别这样对着, 那既然讲种义, 就含三种回向在内都有, 所以前二院说得很详细, 从宋得到第七院子, 就开始进入那说回向季, 可证明, 可以证明, 八九两院都是回向, 为佛从因到果, 从因地到圆满成佛, 所修之行, 立经之事, 我都要学佛, 布佛的后尘, 依依随学, 正要做常随佛学, 那经文的剥皮为止, 息骨为比, 不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但是呢, 他说佛也是人去修成的, 可由浅入身, 常随习之, 基本上我们知道, 将来有能力, 我也要这样做, 现在做不到没关系, 但是知道说, 原来佛都要这样修, 所以我将来有能力的时候, 我也要这样修, 所以他下面就举例, 根据有部的律, 根本说一切有部, 的律杂事篇里面记载, 佛也亲自扫地哦, 佛也亲自看顾生病的比丘, 也不舍穿针之腹, 也就是说, 有一个老比丘眼睛花了, 要缝补, 穿不过去, 佛看到了说, 来我帮你, 你看连这个他也要去修耶, 亲自为阿纳律财之衣服, 亲自整修常住物, 如来自治, 适同凡夫, 就是7月15自治法, 上列各事, 明佛注视, 适同凡夫, 特别强调, 佛不是三头六臂的神, 是究竟圆成人格的, 圆满的人, 人成及佛成, 完成在人格, 人成及佛成, 这是太虚大师的称赞, 所以佛视线在人间, 他也做人间的这些事情, 世明真现实, 常随佛学, 只要实时检点, 诸而莫作众三奉行, 例如上说并不困难, 因地常随佛学, 果成众得庄严, 这一段把绿学里面讲的灾路, 让我们了解, 原来佛在凡夫也是这样学, 所以从因地到成佛, 到入涅盘, 我们都要常随佛学, 所以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剩下我们就下礼拜, 如果你觉得说, 你怎么讲的越来越快, 因为我们只有十五堂, 后面你就发现, 后面的祭送很长, 我们以为长康文讲完就没有了, 没有, 后面的祭送还很长, 所以前面的长康文, 我们就没有那么的细说, 这个是请各位见谅, 请各位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山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